大家好 夏天到了 要多吃点蜗笋 它的口感清脆 营养又美味 很多人在做凉拌蜗笋的时候 都是直接放盐或者焯水 难怪做出来的不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蜗笋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口感清脆 特别的开胃又下饭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蜗笋 夏天的蜗笋还是比较嫩的 我们用刮皮刀把它外面刮干净 刮净之后再清洗一下 然后切成长长的小段 再把蜗笋的一面切片下来 然后把蜗笋放平 这样切蜗笋的时候就不会打滑了 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我们尽量给它切的薄一点 最后改刀切成细丝 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擦丝器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加入适量的凉拌开 把它们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做出来的蜗笋口感会更加的脆爽 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和蜗笋丝的粗细差不多就可以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和蜗笋差不多厚度就可以 最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瓣大蒜 先拍扁 再把它切成蒜末 先放一旁备用 再来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一起 再加入一勺熟芝麻 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食用油 水烧开之后 把土豆丝加进来 下锅焯水30秒左右 然后把胡萝卜丝倒进来 一起焯水半分钟左右 把土豆丝完全煮熟就可以了 时间到之后捞出来 一起过一下凉水 这样口感会更加的脆爽 然后起锅加入一大勺食用油 凉锅凉油 加入一把花生米 全程开小火慢慢炒 炒至花生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颜色 明显变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把花生米和热油一起倒入蒜末的碗中 再加入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一勺香醋 一勺生抽 再来一点点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把放凉的土豆丝和胡萝卜取出来挤干水分 尽量给它挤的干一点 然后装入大碗中 再把泡好的窝笋丝也挤干水分 和胡萝卜丝放一起 再把刚刚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一道清脆爽口 有开胃下饭的凉拌小菜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 清脆爽口 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来上一盘 用它来下饭或者是下酒都非常不错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你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